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有过肚子痛的经验吗 有 痛得要命 为什么会痛 食物中毒 所以要去看医生了 对 去急救 急救 对 为什么会食物中毒 是不卫生 还是吃坏的东西 隔餐菜 所以人家说不能太省 对不对 因为觉得如果丢掉的话就很浪费 然后也不是很酸的那种味道 所以就赶快吃吃结果 真的 太省有时候弄坏身体是不好的 对 所以煮饭的时候就有一餐就好 好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肚子痛呢 应该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学到肚子痛的这个字吧 是一定的不是应该 好 那我们今天学什么 先看二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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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要解释每一句话里面的单字 好 第一句 的时候就可以跑来关心 就可以说 哥烧空 或是家人在做菜的时候 谁到手就马上问 哥烧空 没事吧 然后 马带麦 马带麦就是脸昌白 女主持 好 第三句 空烧豆 空烧豆就是没事 譬如说刚才 譬如说可 sao không 我们 嗯 啊 叫你不要 tan心 就是 không sao 豆 没事啦 嗯 别 tan心 就是 không đừng lo 别 tan心就是 đừng lo 好 最后一句 安 就是我 这里是指男生 哥哥 地发炸 发炸 就是泡热 发炸 是泡 然后炸 然后炸 然后让我喝 给你喝 谢谢 好 那现在我们选几个重点的单词 来封销吧 好啊 第一个是什么呢 判断 刀, bụng,肚子痛 Có, sao, không? Có, sao, không? 没事吧? Tái, mét Tái, mét 就是常怀的意思 Đừng, lo Đừng, lo 什么意思呢? Tán xin Đừng, lo Phá۔ Phá Boss Phá wonderfully Pháp chá Pháp chá Php group chá Pháp chá Chá Phğnh Ph liqu Phú chuyên Phú che nhau 没有了吧 没有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们第二个单元 Yenli 我听说肚子痛的时候 喝热茶好像有点舒服一点 是不是 对 我只听说要喝热的菊花茶 或是薄荷茶 菊花茶 菊花茶很香 我比较喜欢薄荷茶 那个味道很舒服 对 那个味道真的很好 对 所以下次如果吃隔餐的时候 晚上就记得要先喝酒味 我觉得没有用吧 那个要去医院了 好 OK 我们刚刚有学到一个单字就是 肚子痛 对不对 那如果我牙齿痛呢 牙齿痛啊 牙齿痛的时候真的很难过 我小的时候每次牙齿痛我都会哭 丢脸 其实也不是小时候 现在吗 现在不管是哪里痛我都会哭 如果头痛也会哭 怎么会那么撒娇呢 跟老公撒娇吗 没有 除了牙齿痛 有时候我们会喉咙痛 喉咙痛 喉咙痛越南语怎么说 喉咙齿痛 喉狗喉 所以那个喉或是狗喉 都是喉咙的意思 我觉得啊 我们常常喉咙痛 因为 因为你太散发讲话 没有啦 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一定要讲啊 对 但是 散发讲完回家要休息 不要再讲话 尽量让喉咙休息 休息一下 好吧 那现在我都不讲了是不是 现在不行 还不能休息啊 好 刀 红 或是 刀 狗 红 OK 那如果 牙齿痛呢 不是 我们来造句 对 鼻 刀 软 白 烂 烧 泥 我牙齿痛怎么办呢 对 那 多 鼻 刀 红 白 烂 烧 泥 我喉咙痛怎么办呢 对 那我觉得你就两瓣 你不会做菜吗 我不喜欢吃两瓣 好啦 开玩笑 比 卡 白 洗 对啦 要去看医生 比 卡 白 洗 去看医生 嗯 好 那我们学到这里咯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们第三个单元 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咯 嗯 那第三个单元 我们再复习今天的绘画内容 对 复习很重要 是啊 好 开始啊 嗯 嗯 刀 骨 瓜 我肚子好痛 好 烧 哼 不 烧 烧 痘 没事啦 别担心 我去泡热茶给你喝 谢谢 薄荷茶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绘画那种还蛮实用的 对 因为讲到病痛 然后这种病呢 每个人都会遇到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复习 那现在我们复习几个 可以去哪里 大家在家里看 好 那我们再复习几个单字吧 好 刚刚 到膨是什么 肚子痛 好 再来 到膨 牙齿痛 到膏红 喉咙痛 或是 到膨 对 也是喉咙痛的意思 记得 那膏红跟红是一样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说 都比到膨 我牙齿痛 要怎么办 你就去看医生吧 好 那我们今天学到这里 各位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E-mail告诉我们 好 现在跟各位讲说 拜拜咯 拜拜